早晨 今天是2024年5月13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海市追加股 今早我们有台风东方资产管理基金经理朱进文 和谭海文陪你一起开始 朱sir 今个星期大使有什么焦点 很明显香港这一边再看看业绩期 很明显是因为一些科技巨期 终于公布业绩 在美国公布基础之上 香港终于去到我们科技馆这一边 今个星期有阿里巴巴 腾讯之类这些 另外在美国那边 其实没有太多的新闻 因为绝大企业 重要的企业都公布了业绩 但我们就是说 今个星期中有CDI 都是关注可否往后提早减息 还是要延迟减息 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 这就是两边的情况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的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个别发展 道指八年升 纳指未跌收市 美国消费者通胀预期攀升 多名联储局官员淡化减息预期 道指高开后 一度升接近200点 收市升125点 收报39,512点 标指升0.16% 收报5,222点 纳指微跌收报16,340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跌0.5% 欧洲股市是靠稳的 一起看看焦点美股 Meta是微升 Tesla要跌2% 另外吉利旗下的极克勒第一日挂牌 高开26% 收市价格百行价高34% NVIDIA股价收市升1.3% 微软微升 以月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方网股ADR 各别发展 网易、阿里巴巴和腾讯 都比本港上日收市高 百度比本港上日收市低1% 汇控和友邦的ADR 比港股收市高 一起看看亚太区外围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跌77点 现在最新步38,151点 首义综合指数向上 悉尼普通股指数 和新西南50成份股指数 最新也是跌的 现在最新的情况是这样 和朱sir谈谈谈外围情况 美国消费者信心大跌 5月份默契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初值 由77.2跌至67.4 市场预期是76.2 最新的数据比上个月有颇大跌幅 和亦是低于市场预期 言论方面 联储局的理事鲍曼说到 联储局2024年 说到全年都不适宜去减息 因为见到前几个月的通胀情况 是挥之不去 他说他的预期是一直要在更长时间 利率是原地不动 这个仍然是他的基本预测 另外两名联储局的行长或总裁 古尔斯比和卡什卡尼都表示 息口的走势是需要观望的 来着星期三会公布4月份的CPI 按年预期上升3.4% 比3月份的数据略为回落 至于核心CPI 即是没有计入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的数据 按年的升幅也预计会放缓到3.6% 3月份的数据是3.8% 联储局主席巴威尔 来着星期二也会有公开讲话 今个星期的通胀数据 朱sir你预视如何左右大市走势呢 如果没有好像市场预期那样回落 是否会进一步推迟了啟动减息的时间表呢 其实在整体CPI的角度 在近期每个月的月份 最多都是围绕一个数据的正负0.1%去波动 理论上 这么多个月里面 理论上只有三个结果 和市场预期完全不一样 然后正0.1%或者负0.1% 因此我会觉得在整体的数据里面 影响未必是太大 如果在这三个数字里面 其实你说是爆冷的 因为市场也很害怕 譬如说通胀超过预期 或者滞胀之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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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性都相对比较低 其实我都会觉得 在整体的通胀数据 或者诸多展望究竟会减息或推迟减息 甚至加息指标里面 我们暂时都会看到在所有数据都称赛 但是你都会发现很坏的参半 有时有些数据也相对比较飘忽 而且它没有一个所谓的连续性 其实老实说 你说是要玩到反向地加息 其实是有一个前提的 就是说整堆数据是迅速地恶化 并且连续地向上走 但是你发现 诸多的数据 其实它也没有这样的现象 或者是出现了个别的数据 例如打个比喻 有某些数据 一直来说都是在市场的控制范围里面 譬如说是核心PCE 其实都近这么多个月 老实说 也没有一个月是超过市场的预期 而我们就是说 在失业率的角度 也开始出现了浮的情况 有时是有改善 始终来说也没有压到太低的水平 近期又到了接近4%这些所谓的水位 而至于我们就说在油价方面 就是这个 之前就是说在地缘政治的冲突里面 油价迫近到最高的时候 也去到远远地高到80元的水平 大家要留意一下 近期其实布兰特旗游游的高位 也回了不少 回一回一回 就由你很害怕去到90元流上 迫走地迫走地迫走一直迫 又迫到距离70元要是相差太远 我到底能否相信是上方还是到底下方 什么意思 始终说 其实你一直过分地强调油价 可能是作非造 My country stood up with one and only one factor 去刺激通胀 其实你见到到现在好像也不太成立 你这个说法 至于最后譬如采购经理指数 或者其他一些所谓的飞龙的数据 我们飞龙的数据譬如说是之前的 撇除了上个月以外 其实是很多个月的乱桩都是开大 开大的意思是高于市场的月期 终于在最新一期的数据 它又是开小 就变成低于市场的月期 因此在数据上 其实我说了这么多 我们见到观察的结论 它是有一些单跳的迹象 就是它好像玩八家乐 那样张闪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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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 因为我会说过很多次 其实美国除非是有突然性的金融的崩壁 非常类似 比如说上年三月的一系列的银行的崩壁 这些意外呢 其实美国根本是颇为有词无孔 也是近乎他自己都说明是真的坚无需要减息 说他可以维持在这个息率高位的硬性 他完全可以接受到 你看到他很多联署局的头号的人马 像是旗下那些刺级官员 就是这样统一这个语气的 因此我会觉得在整体的总结论 就是对于滞胀或者反向盖室这件事 讨论似乎是太早了 也不太适宜将这件事过度认真的 当然在减息中 我自己私底下的意见 我觉得今年最多是减一次 减这一次也可能纯粹是根本 未必是经济的需要 可能纯粹是为一些政治选举 或者大选前夕 做个样子给你看 这就是仅仅仅仅仅仅 为什么这么关注息口走势 就是其实那个走势 应该挺左右住美股的表现 4月份美股略为调整 不过在5月初开始又再向上 导致星期五的高位 其实距离历史高位只有300多点 纳指距离历史高位 就是1%左右 现在预期启动减息时间表 是到9月 美股5月至今向上 导致5月升了4% 但是升势不及港股 港股一会会详细讨论 今次由低位反弹的触发点之一 在5月的议息会议 虽然没有调整到利率 但是放换缩表出现了 市场解读为再次放水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能不能够憧憬美股在短期内 可以再次破顶 缩表的部分 其实分为两部分 在主要里面 其中一部分 缩的程度高 是比市场的预期高 即是没有缩的那么厉害 第二 对于NBS那部分 其实它也没有放宽度 所以最简单而言 这个所谓的放换缩表 就是很坏参半 属于是非常之 exactly 是不得不得的 中性的 你觉得是中性的 是很中性的 非常之中性的一个讯号 因为NBS那部分 它没有放宽 好了 对于真正在放水 这一部分 就不算太成立 除非它往后里面 缩表的力度 就是那个 抗表 我叫做这个 由缩表变不缩表的力度 是再扩大一点 那就会相对来说 就是比较好一点 而我们就说 在美股那部分 老实说 在纳指如果要再下一成的话 其实都 你不可以说是没有可能的 因为刚才你也有提到的 就是纳指距离的位置 是差二三百点 是 例如说是一个百分比 你一个百分比 一个上午都吃了 它硬来的 是 但是很强调 就是美股 都会进入了整体的大盘 我们说大盘的定义 不是只是 导言之指数 30个成分股 或者是纳指100 那么短的指标 而可能是扩大到 可能股票500只 或者1000只 我相信它会去到 一个颇为分化的阶段 以及业绩 特别是正在这个季度里面 所公布的业绩 以及预计 如果慢一个指引 即是去到太过差 或者去到一些 比较坚实的困难 可能是坚实的困难 判断的判断就是 你终于两季 可能你都解决不了 这个 其实这个美股 对这些股票的惩罚性 是可以很严重的 可以是 可以顶承回之前 其实之前也是 股市大升 有些股票也不跟 这个 比如我打个比喻 比如Zoom Zoom 它也不跟 这个股票也在下面摩地牌 摩擦 另外一个很少的例子 现在第一只股票 是对于打机的人都很熟 这个Unity 这个是不是 U仔 U仔最近崩布了业绩之后 也相对令人很失望 它有一个对家的竞争对手 股价升到飞起 当然由低位跌了很多 但由低位升了10倍 现在好像去到80元 90元的价位 第52周低位是8元 如果我不买 它的对家 总之它的对家升了10倍 由硬计最低位的角度 你Unity 倒回来 创了2022年股灼以来的最低位 也有摁死的 因为纳资已经收复了所有的失地 重复Unity 是说的是整个股灼里面的新低位 你很难说得过去 美股里面 也不可以说 要认真一些交易 不可以似于说 我的美股商量比较强 反正你永远是升的 有人刺着这一句 你刺着这句也不重要 有些好的股票是真的这样的 但是这个分化情况 我相信 作为主要的息率 无限地是拖延 是不减 其实对于部分的股票 真的会有负面影响 所以当然要认真一点 是的 如果大家在美股也有些痴瘡 有些疑问 可以发出一些问题 进来问一下朱sir 好 我们现在看看上星期五 港股的走势 开图给大家参考一下 港股年升了三个星期 累计升了超过2700点 星期五成交 去到1700亿流上 恒指星期五高开131点 最多是升455点 收市升425点 收市保18963点 恒指收市报价资讯 是由IG提供的 国子收市升2.4% 收报6718点 科子升0.4% 收报3962点 大市全日成交 1710亿 是超过9个月以来最多 港交所升7% 建行也升6% 一起看看北水的走势 一日录得淨流出之后 星期五再次录得淨流入 金额有65亿1000万 中行继续有北水淨入 金额有9亿 中国移动有8亿4千万 农行有6亿3千万 腾讯由北水淨出 转为正入 美团也是由淨流出 转为淨流入 快手持续有北水淨出 上日的金额有4亿6千万 和朱sir谈谈谈大市走势 因为非常多消息 去左右住走势 所以我都不是看得很通 说完消息给大家记住 第一件事就是年升了3个星期 周末期间内地公布了通胀数据 按年升2.3% 这个数据就是连续3个月 录得正数 不过同时公布了一个新增贷款 4月份的数据就是少于市场预期 不过通胀方面的消息也叫利好 慢慢地继续观察是否摆脱通缩 暂时三个月都是通胀的 另外两个利好消息 包括一会会详细谈 不过上星期五传出 Bloomberg报道 内地考虑减免内地人 从南向通的时候 买港股收股息税的时候 要缴交税款 20%的税款 考虑会减免 这个刺激港股 上星期五在大成交之下 有一个比较大的升幅 利胆的消息就是中美关系 因为现在再起波兰 《华尔加日报》引述消息人士说 美国将会对中国电动车等商品 将关税大幅提升 这个幅度是挺惊人的 例如电动车 原本是25% 最新的传闻就会升到100% 而这个消息也要多说一点 不止华尔加日报报道 例如CNN等等的外媒 都有报道 还有拜登政府 最快在星期二 即明天 就会做出一个正式公布 这两个都是左右住 一个是利好 一个是利淡 中性的消息就是 未来很多科网都会公布业绩 好了 大使你觉得 能不能够延续上星期五的强势 五月短短两个星期 恒指已经出现了两个裂口 是否需要回复这两个裂口 才有更大的动力再向上 但你想清楚 其实在汽车关税这一部分 你搞我的话 其实我可以搞你的 你不要忘记 你讲海外的 你美国的汽车 比如说特斯拉 你都在我中国这一边 你搞我我可以搞你的 OK 那变了就是 其实我觉得 说了这么多 是对于汽车股的影响 我觉得真心相当比有限 亦都不谓言 就是说 如果对于是fundamental 比较好的汽车股 你硬着这个消息 你这样去执下去 可能它很俗称 可能在送钱给你洗 也不奇怪 OK 那我们先路以外 总之我会觉得 在中美关系里面的影响 其实都不断price in 在处于说的 那个升势的情况之下 它可以尽量地 除非是半世界没日式 是所谓的坏心理 法师说它真的可以假装 看不到不管你 就是它是发烤好新闻为主 就是不好的新闻 就尽量淡化它 这是对于事件的一些理解 好啊 很快和大家报报 现在恒指就是低开60点左右 开市的时候就低开59点 18904点开市 国指低开39点 科指就是低开37点 科指的跌幅比其他两只指数大 职负月期指跌84点 18870点左右 轻微低水 看看方网股开市前的情况 多谢股份今个星期会公布业绩 其中美团今早低开超过1% 117.1%开市 其他几个早段都是向下的 好了 跟朱sir谈谈谈 上星期五带动大市的其中一个利好的消息 或者叫做利好的传闻 就是彭博有一个报导 就是说到减高股息税 港股上星期五到1700亿的成交 港交所自己本身的股价 就一度升8% Bloomberg的报导说到 有机会减免内地投资者 透过港股通买内地股份 收到股息时的征税 再详细一点解释给大家听 内地投资者 现在经过港股通买港股的时候 就需要向内地支付20%的红利税 而根据现时他们经过南向通来香港 买股份的税例 其实他们在派息的时候 企业在派给股民之前 企业自己又会预先扣除了10%的企业所得税 所以再转回去内地的时候 他们又扣20%的红利税 所以他们收股息的时候 然后实质缴交税率高达28% 除了税率很高之外 也有一个重复征税的情况 跟香港永久居民 例如我们买H股 或者买其他股份 例如在外地注册的股份 举个例中移动 我们一般收息的时候 我们只会扣除10%的企业税 有明显的差异 这次彭博的报导 他也不是说说得很确实 他只是说内地当局收到这个提案之后 现在是检视豁免双重征税的情况 第二件事就是 其实这一样的提案 就是在证监会主席 雷添良今年3月上去人大会议的时候 一个提案 彭博的报导就是说 内地的部门在考虑这个方案 中金就鼓励 如果今次真的有一个减免的话 减免的税款大概是100亿左右 不过他也很坦白 在一份报告中说 今次的收定 是短期直接减免的规模 或者有限 不过在情绪层面上 能够对市场带来一个提振 我想两个层面 和朱sir谈谈这件事 第一 你觉得这个建议 短期内落实的机会是否高 因为判断它落实机会是否高 以及是否真确 是牵涉到上星期 有个别的板块都急升了 港交所自己都急升了 在这个背景之下 有货的投资者应不应该指赚 或者说 如果真的落实的机会高 这个板块我们又乘不值得追入 现水平 首先 在政策方面 会不会觉得 这个纯粹是猜股 任何人都是猜股 未去到事实落成 与否之前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的直觉告诉我 就是 就算是会减免的话 不会一步到位 因为其实这个很简单 这个涉及了直接是税收 税收一件事 第一 包括国家的可能税务收入 这个人都知道 而且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说 如果我对税收突然而来 那么闪电式 是那么容易 就是说 那么容易 我们叫做 这个中文不如你妥协 那么容易 是说 我突然好像玩泥沙 我是减就减 突然突击这个 其实会令到市场有其他充气 就是说 你这个也豁免 不如你那个也和我减一下 不如你这个也和我减一下 其实市场 我相信政府 都会有很大的抗产 因此我觉得 其实这个税行 当然 这个税行的改革 就是说 不如中长线废除了去 其实我觉得 真心肯是很有需要 虽然这件事 对于我们香港的 就是永久身份证 就是纯粹香港的本地的 投资者来说 你敢不敢关我 什么事 我都没有被别人双重征税 但是 其实你要明白 香港的交易 是北水 或者内地的资金 都占了不是少数 这个 那变成就是说 他如果双重征税 是这么不公平的话 其实他来 去买我们的股票 去做长渣 他都会有consideration 这也是暗挫的前置 就是说 有些人说 有些人会发问一个哲学问题 就是说 其实好像工商银行 这些 其实无论是H股 或者A股的投资者 他应该对这个股票的分析 或者是分期 应该不是很大的 这些数据 你不信的话 又不信 信的话 你也是这样的 他不会差很远的 那为什么A股票也有一定的差价 又好像平保 以前没有什么差价 现在差价 为何抹得这么大 其实这也是和 所谓的股息税 是有一个冥冥中有关系的 而不只是说 人民币究竟是否自由对换与否 这一个 我们连打给清朝都知道的点 其实不止这个点 这么简单 因此 就是说 其实这个税 我觉得到最后 是有需要去废除的 或者是废除的 是所谓的途中里面 不会一步到位 我觉得相对最幸福的结局 可能是减半 就是由20 缩到10 然后拖到极后 可能你都完全忘记了 这个年份 然后才静照照地 这样减掉 这个中间的过程 可能会相距非常远 因此就是说 市场我会觉得 有点是 我们叫做抢椅仔的游戏 我没有说像伙伴 大家抢椅仔 你明白什么意思 大家斗抢上去 因为 其实很简单一件事 这个游戏 如果要提早去斩揽中止的话 本来是最黄金的时机 就是完结 星期六、星期日 就跟你说 谁说的? 没什么事 那星期一就低开了 大家说拜拜 但它没有 它没有出现这个否认的现象 根据香港市场的前不一 就是说 不否认 就是很大机会承认 这个是香港的潮规则 那些人就用这个潮规则 就说 他都没有否认 按照炒转先 不行才算 所以有机会是这样 因此短期 是对于 起码AH差价高息股 可能仍然是有资金在炒作 也不奇怪 但是不为然 既然我们觉得 就是我自己觉得 最后就算是落实的 也可能是一半 那就很大机会出现 香港有另一个特色 Buy in rumor save on fact 你一出正式那一刻 但你没有了道的话 倒回去 这样就会回回 你最后是有了道的 但是政策预期一落地的话 可能是短期不但不升 而嘔吐出来 大家要善于掌握这个运率 是 时间点真是非常之重要 好 上个星期急升的股份 还包括耐银 耐险和能源 同时 如果方便的话 可以出一出图表 譬如建行上个星期升了6% 农员也升了6% 这些都是叫做AH股差特价 比较大的股份 如果真的的话 有机会减税之后 资金就会流入这些AH股差价 比较大的港股 即是他们买入相同的企业 有一个数据给大家参考 恒生护心港通 AH股日价指数 其实星期五是跌了3% 不过仍然在显示 这个A股较H股 仍然有37%的日价 如果资金追逐 这个AH股差价的话 誘因就仍然存在 朱sir 你刚才都很明确地说到 你就觉得即使落实 第一个时间点 就有待商榷 第二就是说 可能都未必如市场预期 一减就减了20% 譬如说这一类股份 你是会建议大家 现在应该止赚 还是说追入 都是比较危险的一个办法 我觉得追入 当然来说 是会失去先机 但是真的没有人猜到 嗯 我说真的没有人猜到 就是上星期五 当然了 这个消息之前 那变了现在是有熟的人 最多是哪些朋友 就是一直是持有的人 是 我相信有些股票是持有 未必是这么坏 每个都浮亏的 这个 有些股票肯定是浮营的 这包单这个 除非你十年前买的 哪一只很有信心 你是近年买一定是浮营的 是中国移动 是 因为中国移动 就是上星期五是爆到去 就是74元那一刻 其实是近 起码几年的高位 这个 你没有可能浮营 这个 是不是 那变了我们就是说 在整体 每个股票consideration 都不同 我觉得是有两个的看法 这个 第一就是说 那个股票在短路的角度 可能你冲得太过行的 那当然是有一定程度的指赚 这个 就是锁定利用在香港来说 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 这个 但是另外一边商 我们亦都可以consider就是说 会不会有些股份呢 其实摊长线 就是说再远一点的角度 其实股息税的落不落实 落实过来最好 就算它不落实也好 以现在的股息率之高 或者它的fundamental之强 在永组的角度来说 有没有股息税 根本都不回事 整固了情绪 原回原下来也好 或者就算落实完之后 bu in room sell on fact也好 搞完事之后 最后又是升 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 在香港股票里面 有少部分高息率的股份 你可以consider这个点 我总相信 香港所有高息股里面 没理由这么黑 全部就是因为AH差价 就是这个所谓股息率的事件 就是确硬推到52周的高位 全部都是sell on fact 就是say bye bye的了 是不是故事是这么黑暗 我觉得也是未必的 就是不排除有小部分股份 就是硬硬这件事 车高完就没有了 今年的高位就见了 bye bye 但是我都会 比较乐观地觉得 不会全部都是这样 你可以consider 就是我现在说了 就是有没有股票中市 其实来说 都是会升的 撇除了这个新闻的干扰意外 你可以consider这个点 好啊 好 我们现在休息一会 稍后回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稍后再见 不要客气 人家个个结婚了 只剩你嫁不出而已 爱兄弟还是爱丽金 喂喂喂 爱兄弟还是爱丽金 相对传统婚礼 轻婚礼逐渐成为主流 轻婚礼有什么特色 需要多少月算 筹备时需要注意什么 今集理财要贴地 请来一起婚礼统筹师Navy 为大家讲解 再不走着他 全不等我们了 如果我们还是年轻人 必须开始了解这件事 因为它很大机会就是未来 跟AI那些差不多 刀仔所指的 正正是比特币的发展潜力 一点都不可以看小 今集退休即缓分 继续由他为大家分析 比特币的投资价值 鑽石一向价值不菲 近年开始流行实验室培育的鑽石 价格可能只是及天然鑽石的十分之一 女士们会不会心动 人人都想在金融市场赚钱 难道人人都懂得如何赚 想做市场赚家才要掌握市场形势 看通资金融洽 我顾梓君 每个星期会请来金融市场 各路精英 为你深入淺出 拆解金融圈最烈的话题 用数据探测市场风向 市场赚家 亦是向下的 恒生指数最新跌幅扩大 跌近112点 18,853点 国指跌49点 科指跌幅比开市时扩大 最新跌39点 積货月期指18,827点 轻微低水 一齐看看经济日报 今次影片推介 今天的AT个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招商银行3968 揀选原因是 虽然第一季非利息收入的表现 叉掛市场预期 但未来仍然不乏回升的条件 第二是内放危机 占见缓和 加上中国经济复苏持续 有利商业贷款需求回升 和质素改善 两者都有助招行估值复收加快 招行是借后 券商平均削调的目标价是42元 投资者第一注不妨 招行回调到37元吸纳 如果股价有机会回到35元 可以加注 初步的目标 就是看券商平均的目标价是42元水平 或者流离作长线收息用途 不过如果跌穿32元 就适宜止洩 我们现在和朱sir谈谈谈 因为今个星期大市焦点之一 就是除了指数走势之外 就是多间大型科企公布业绩 现在暂时看到数据 市场预期 对他们的预期都不算太高 很简单和大家说说宏观数据 例如阿里 星期二会公布业绩 国际电商和赛料亏损 都会影响他们的业绩表现 彭博中据商的预测 他们截至3月底为止 第一季 阿里经调整的盈利 按年会跌6% 收入有6%的增长 现在预期佔业务比重最大的涂天 其实收入按年会跌 下跌的幅度达到3成多 腾讯也是星期二公布业绩 预计第一季 因为经调整盈利 按年有32%的增长 收入就升2% 不过公司已预先 佔比最大的游戏收入 按年会跌2% 因为去年同期的基数高 和今年第一季都没有大型游戏 第三 美团都会在星期公布业绩 现在看着优选业务 预期优选的亏损会收窄 另外 因为对手抖音的补贴 未有加剧趋势 预期美团的盗店经营利润率 可以在第二季 开始企稳回升 科网股 第一 就是未来公布业绩 第二 市场对他们未来的业绩 好像不是很大预期 第三 就是过去一段时间 恒指的升势 其实就是靠科网股带动 如果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其实科网股在过去一段时间 都升了不少 例如我刚才说的三只 真的是最重磅的 朱sir你觉得业绩前 有没有哪一只是最值得去留意 甚至是很直白地问 是直博一点的 其实直博的应该不会有太多 因为股份是公布业绩前 全部都浪高了 都有一个比较大的升幅 不过看看是大到什么地步 比如说像3690那样 游的低位是升了一倍 那你110游的低位 都升了差不多 是50%以上 就算一向是慢得很紧要的 之前跌到260元 那些人都不满得很紧要的 这个700 现在都股黄复活 有一种股黄复活的感觉 因为你不可以否定人的成就 你不可以升又闹跌又闹 那是不错的 那你想想人家260元 那一刻真的很厉害 260元270元 那人家高到100元 你有什么好骂 最简单一件事 你今年Microsoft有没有升过 就是year to day 也有升 但升得不多 你说在美国的MegaCamp股份 就是Mega7 除了英伟达以外 有哪一只是高过最低位的700的升幅 没有 对不对 那变了就是说 人家的升幅都要去认同别人的成就 对不对 那变了就是说 在股份里面的升幅 它大部分都有显著的升幅 那变了我觉得反而要成熟一点 就是说 在公布业绩之后 就算不是公布业绩之后 那五个小时 就是说交易一日五个小时 大概那五个小时 的升跌 其实就不要太过关心 反而应该是说 我公布业绩之后 我的reaction不是太过激烈的 那可能 你有没有哪些 是往后可能是消化完一些 就是 毕竟你实有少少少 bu in rumor sell on fact 他实有这样的盘 这个因为不毅惹香港文化 这个 但是你顶售完所有的 sell on fact的盘之后 那有没有哪些 你可以说整固完之后 可能都可以 是再上一成 那这样 那我觉得你认为的因素 反而来是这样 这个 那譬如说 我觉得比较buy 那我会比较buy 是700 因为如果你 假设说 中国是开始有个 比较轻微的复苏 这个 慢弯复苏 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确 而不是假的 不正毅的话 那其实700 在这个环境里面 是应该颇为受惠的 因为它的业绩 就是它的业务相对而来比较多 饭素 相对而来比较全面 这个 就是无论是cash card 型的游戏的部门 只要你又不会出A4子去搞它的话 那它也会很温和地去发展 而我们只是说其他业务 包括了 譬如说 是科技金融 或者是在广告那一部分 并且广告很明显 这个就如是受到社会的大盘 那个影响 这个不是良性的影响 如果你证明是万复苏 这个不正毅的话 那没有理由广告那一部分会差的 这个 变成了整体分析的围度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就是你这么多的MacBook 里面 就是可能我比较败 可能是700多一点 这个 那只要就是说 有比较是 作为旁观者 去看电影的成分 而我想看哪一只呢 那我当然想看阿里巴巴 因为阿里巴巴的不偉言 就是由低位反弹 其实相对其他七小幅 那它作为七小幅的一份子 它弹得relatively低的 这个是吧 它最低位当68元 这个 那它现在79位80元 那幅度有多少呢 你心照吧 这个幅度不多 那不多得来 那你要刺激它的催化剂 那这个业绩来说 是会有点着落 这个 但是市场的预期 虽然来说是相对 是比较低了一点 这个 但是它弱的业务里面 包括了在海外的业务里面 会不会是最一步 是亏损看大 又是 不增修 不增修 不增利 这个 之余 我们只是说 在环继算里面 它似乎是很弱的 就是弱的很重要的 这个 为什么 我常常都质疑一样 为什么海外公司的基数 是这么大 人家跑前 中国六年 最少六年 基数的情况之下 它的基数不应该很大 为什么你告诉我 基数那么大 每一年好像增长暴力兽 仍然同比增长二十多三十个 这个 你不是说 中国市场最少是 走慢了六年吗 走慢了六年 不是应该很好听 是应该是低基数的吗 低基数 为什么你的增长这么有趣 这么有趣地低 这些是没有辩护的 这些 变成了 在阿里巴巴里面 如果在特别环继算 它没有一个意外的惊喜 这个估计也很难有惊喜 因此 就是说 每间公司也要细心去分析 它的分点面图 不是纯粹说 它跌下来 它是直博 它没有升过 它做的 最后一句 你说如果今年 这一年都没有升过 七兆福 反向道昌跌的话 又一只 你够不够购买这个 网易 网易这样剁 大户当然是有原因的 所以就是要考虑 不要为低而低 这句 是 好 再说一句 网易 你觉得出了什么问题 网易的问题很简单 其实网易 因为有相当可能 一部份朋友 可能没有什么 留意游戏的情况 因为你要留意游戏的新闻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或者它的实时 数据 是怎么样 或者最直接就是 我会不会为了买网易 我亲身去打一下它的游戏 这个未必有时间 各位主要的朋友 对于它的消息透明度里面 不是想象中那么高 除非你本身是真的专门研究 你讲它游戏的新闻 的层面主要有两个 当然有两个都不是好的新闻 第一 就是它其中一个 我不记得大话西游 就是梦幻西游系列 它是适当一个的 它这个王牌的 是IP品牌的游戏 近来玩出禍 这个 就是在一些管理的制度上的改革 是令到整个它游戏里面 因为其实一些很庞大的游戏 它自己都有它自己的经济圈 就是它这个所谓经济圈的定义 实际是可以是将一些虚拟的宝密 是演化到是真的实银的 而实银是那些玩家之间的trader 还是网易有没有分成的 没有没有 完全没有分成的 当然没有 因为是违法的 你这样跟赌博有什么分别 这个 变了就是说你那些珍贵的 那些叫做虚拟宝密的trading 你叫做这个 就是别人在线下实体的trading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OK 但是最近网易做了一些搞事的行为 令到制度崩溃了 就是它整个经济圈 有些崩溃的迹象 那变了些人很不满 这个OK 那已经是麻烦了 而第二 就是说它 是虚拟宝營造的多年的一个王牌IP品牌 当然这个IP很老套 就是射雕 但是射雕这个品牌可能IP很久了 人家是否重金打造是另一件事 那网易呢 这个射雕呢 那长话短说 这个市场呢 比如摩根大都银行 它本来预期了它的流水呢 是断月有五至六亿的嘛 这个 那结果呢 推出了若干的时间很快已经知道了 就是熟集游戏的人 因为你没有一个先行的前径呢 你后径死定的嘛 这个 就是游戏一向都是这样的 你用前径就可以推断到后径的嘛 这个 那变了一个前径呢 是可以用四个字形容的 全军覆没 真的全军覆没 不是跟你吹大 这个 那变了摩通呢 它都立即见到立即缩了 那由五至六亿的流水的乱月预期呢 狂缩到一亿了 那我怀疑呢 他一亿的流水都是给他面子的 那变了是可以用全炒去形容 那变了是对于网易 本来是一心一意 是靠若干的亡牌游戏 包括这只射雕的IP品牌 去一下提高盈利的增长呢 那变了做立即便会涨了冷水 那这个也是网易 是股份是由高位呈架了20%的原因 那因此 那股份可能懲罰暂时够 但是够得来 它要胜才行的 这个 你现在不是在做货币 是货币 你还有一些政策 就是说你不跌我都没所谓的 这个 还是你买股票的 它要胜的 因此网易暗时 比较困难了 好 好 我们回答投资者问题 他问 Leo 就问了 他说823 领展 大落后 是否没有什么前景要换马 我估计他就有货的 那我首先觉得 对他也尚算公平一点 就是由低位4.45 也升了两成 由低位 那位那些不好提 有些香港就明白 但是问题 我会觉得 这个股份 如果这样的价位 如果要捨棄它 我觉得 只有两个核心前提 当然 我不可以代理 答这两个前提 究竟正是与否 第一个前提 如果你这个价格 要扔掉它 第一个前提 就是你觉得 美国会反向加息 或者 美国会的息率 会拖后得太久 太久 太久 这个就是 你以现价票面 息率超过7 即到7厘或以上的情况之下 你都要捨棄它 其中一个原因 而第二个原因 也就是这样子 致命 他选派息 他往后选派息 只要 这两个方面 特别是后那个方面 成立的话 那什么都不用玩了 扔吧 但是如果你觉得是否 你觉得是否的 特别是后面 是关于息率 是所谓的减 你说鬼故事 你不要吓我 你搞到这么多年了 他都最后没有做这件事 你不要抛我 这个 那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 那就似乎 以 因为我不是很看它的股价 老实说 我反而看它的息率 那如果它息率 因为我现在表面静态的角度 它是7厘流上的 这个 那你7厘流上去抛它的话 你万一是真的肩减息 那时候 其实我软专提一件事 万一所有的灾难 原来是正矮的 是 是 那我纯粹就是说 在一段时间里面 那些人是对它的歧视 或者是对于可能 它的管理层是不高兴 这些负面的因素 是发烤 而令到它短袖是压抑 当如果这件事最后反向是正矮的话 你知道香港的文化是怎样的 你现在见识到 一升那时 和你两个月都升回了 就是好像那些内房那样 几毫子的股票 是可以十日八日去到一个一的都够胆的 其实香港的文化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 那变成了到时 万一领展最后的结论 原来是全部的坏东西都是正矮的话 它一噴上去的话 那你沽了那一刻 你的心很痛的 那变成了你可以设定一个 最后被迫离场位 是 我自己的主见 我觉得是应该把握的 我觉得是 或者就算要剪较 都应该两个准备 第一就是 你设定的止损位 下面设定的止损位 你如果要保护自己 第二就是说 就算扔 我自己直言 因为我本身不是很购买的 即是我不委言 特别是管理层做的事 我不是很购买的 但是 我会觉得 这个严价似乎有点易辣 如果你把它扔掉出去 即是俗称传说中 你高位又不扔 而你这样这个位置扔掉 万一它真的复苏到的话 你会很生气的 其实是的 我引申多一点 你刚才说的 你就是不讨论它的基本业务 就是纯粹从领展是一个收息股 而如果未来真的会减息的时候 这种传统收息股的吸引力 会回来的 所以这一刻 他卖了它的时候 就会害怕自己生气 但是大家在想这一件事 都是因为第一 就是对这一样股份 大家拗了太久 第二就是 即使我捱得住 真的美国减息这类股份升法 其实我那个机会成本 我就是错失了 譬如941 和错失了中资银行股 我想问你 刚才说的那套深法 或者那套邏輯思维 例如摆在6823 或者1310 是否都能够套用 即是说那些我捱了很久 等它减息的时候 股价能够回升 这个背景 摆在6823和1310 是否都适用 即是持有这些股份的投资者 可不可以继续等下去 这个就要看股票的 是基础 是 譬如说有些所谓的Risk 它其实是中途沿途来说 是有减派息的 甚至是不派息的 这些就变成了你不能留戀 是 那我们就是说 另外一些 譬如6823 暂时围回现在这一秒 都似乎仍然是比较正常 因为它派息 我记得印象中 每一年是派7毛钱 起码它到现在 都好像没有特别减减过 那变成股价格 其实又不是差得太过离谱 我觉得有的话 就照顾住先 那最后1310 似乎又不太行 因为香港风贫 其实它都由十几米 跌了下来 但是它好像有些股息率 好像令到股东 巧气了的感觉 我不可以说出卖股东 这四个字 这个好像不太好 但是似乎是巧气了股东 当然它可以有140万个理由 然后去减派给你 什么年无艰难 但是我不听你说那么多 你就是暴力地减是一个事实 这个 变成前景性 好像看不到一个 所谓复苏的前景 当然了 你太高价买了 你现在才发现的话 这件事就没用了 这件事就很抱歉了 但是如果你说 相对不是太高价格买的 譬如说你近日是投机式的进入的话 其实我会觉得 你可以博的空间相对比较低 应该趁早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价格 是了断了可能会好一点 对了 好 那我们现在看看 今个星期有什么重要数据 可以留意的 美国到星期二会公布PPI和核心PPI 星期三有重头戏CPI和核心CPI数据 星期四有首次新令失业救济人数和新屋动工 星期二联储局主席巴威尔会公开讲话 业绩方面 今天中电和淡仔都会公布业绩 星期二有阿里、腾讯、新秀黎和明创优品等等 星期三有京东百道 星期四有吉利 星期五有零跑 今早就多谢太风东方资产管理的基金经理 朱浚文 陪大家一起开市 刚才说的股份请问你有没有持有吗 没有持有 谢谢你 我们明早由博威环球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镇邦 陪大家一起开市 欢迎预先留言提问 明早同日时间再见 拜拜